从受人尊敬的男团鼻祖到人人喊打的寄居线 居俊叶有后悔取了大S妈 原本在韩国背后被尊春大哥大 当年红遍亚洲还是大小S的偶像 没想到因为一段婚姻差点神败名恋 虽然现在居俊叶已经过气没有当年的知名度 但靠着打蝶挣钱依然能养活80多岁的老母亲 50多岁了还跟母亲一起居住 不仅创立了自己的潮牌 还开了间工作室当音乐制作人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时尚穿搭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穿上衣服打扮起来就像20多岁小伙 只不过这样平静的生活却被大S的一通电话打断 以为自己带着全部家当就能奔赴爱情 没想到却不能给新婚妻子一个新家 面对王小菲和大S的争斗 居俊叶无能为力只能躲在老婆身后 毕竟自己确实住着别人的房用着别人的钱 他也想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不得不接受大S要求的各种各样的通告 一大把年纪了还被要求唱跳 菲俊叶采访中都忍不住抱怨 但S太强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看到这你心疼菲俊叶吗